我可以做 他給我一個要求 我什麼要求 他說我的名字不可以在耳玉興的後面 我找一場說要大卡士一點 再找什麼演員 你找關芝林我多加80萬 我馬上開車去康瀑居 他正在拍戲和郭富城 應該正在拍下的日程未了 後期你說你兆氏出來了 你也是幫一些小公司去拍 因為我記得有一些 獨立公司 又不可以去小公司 銀縫 我做過黑色午夜 所以你說有些戲我都接觸到 很不同 嚴情圈 那些其實很簡單 他說我有一部戲你幫我搞定它 放了禮事給你 不用了 總之你幫我幾個女生買一件好衣服 給我穿就行了 當時你知道你沒得推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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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是覺得你幫到它才找你 我又覺得是無所謂 你不可以說因為這部戲 說製作很差 那你就去拒絕 我覺得都會是 我幫了多少就多少 所以我也接了很多 我自己看花圓 因為我又做過這部戲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戲 非女正傳 我自己都自己多到自己都不記得 你都客串 做演員 其實我承認客串的只有一部 叫殺殺人跳跳舞 我就演這個欣子丹的上司 對頭 我只不過是承認一部戲 我是做演員 其他那些麻煩 我就是看見你說那個《簡易一發》 我說我是演員 我何時做過演員 五、六部 所以我說這個不對 其實我也想學張堅廷 我現在有點後悔 其實當年我自己這麼多戲 我做了藍一號 可能現在我都可以在深圳登台 賺錢 阿富的禮物 其實是一個單元 阿富的禮物 其實是一個單元 阿富的禮物 其實是一個單元 阿富的禮物 阿富的禮物 我發覺首先我覺得你很厲害 這些你都找得到回來 不過資訊就有少少出入 我就完全沒有參與阿富的禮物 你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很奇怪 這個有少少是私人的 糟了 我又怕說了又會被人說 那是當時麥大傑呢 那是當導演 那有個監製還是編劇叫羅惠明 那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 可能你們這麼合適 好像都是影評人 影評人 那他就找阿叔 想做美子 就說台灣一部戲的阿富的禮物 那阿叔呢 當時就 很私人 其實 好啦 我都說了 阿叔對不起 我不想說 多個他問 他當時就告訴我 他說 羅惠明叫我台灣一部戲 我記得當時我跟他去游泳的時候 在沙灘游泳的時候 聊天 他說 我不想做的 台灣要成兩三個月 我說 我說你做吧 我也想去台灣玩 他說這樣啊 他說你陪我吧 他想有個盤 那我陪他去 那他就接 那當時 我們兩個就 去了台灣 其實我是陪他的 我完全沒有參與 任何東西 我以前是一個朋友身份 就是阿叔 如果我接 我去 我就帶了阿John 陪我一起去 那我當時是沒有任何身份 我記得 那 我記得副導演是判完糧 那還會說 你這個助手 那阿叔就很 他不是我的助手 你不要亂說 這樣的 那當時我是 其實這個秘密我就不講 我有一些原因 我是很辛苦很辛苦 我是沒有離開過 香港那麼久 我是突然之間有一天哭 就是很小時候 那阿叔就說 你怎麼哭 我不知道 我很辛苦 我受不了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開工 留在那裡整個月 不知道做甚麼 慢慢就 去撞包玩 那時候 晚上吃宵夜 還是宵禁的 我們就住在故宮 租了個別墅給我們住 我有一天哭 我說我不行 我要回香港 他沒有阻止我 當然阿叔就有點怪我 你以為陪我 你進回去 那就是 所以阿福的禮物 我是完全沒有參與 但是我 都有見證這部戲的開指 可以這樣說 邵氏 我又見到你 看資料 你其實都有幫張堅定導演 那些城市之光 那些有份 是呀 城市之光是陳友的第一部 林主角 那我有幫 當時 魏英雄 各樣 其實有一個 翁衛泉 三文治 有印象 其實我也有幫過 翁衛泉 其實都是一個 很好的經歷 你提到 城市之光 我又看 好像又有三文治 又是魏英雄 又是魏英雄 至少 還有他 他是很喜歡電影 他自己 拿錢出來 去投資 他自己想拍的東西 還有 他有風格 因為我也有看 他第一部電影《行規》 我就覺得 就算我接觸這部電影 我從中都學到很多 如果城市之光 會不會想要求 小鴻姐化淡一點的妝容 因為他們是鄉村出來 鄉村 當時沒有這麼執著 當時都很聽我說 這個你罵我 不要罵導演 不要罵部戲 可能演員會說 喂 不要弄得那麼肉酸 雖然我鄉下婆 都沒有什麼 他們還未接受到 如果類似監獄 那些女生 會不會 又做監特 那些 會不會叫他們 不要罵這麼濃 其實我們當時 我們自己提出過 其實你知道演員很厲害 我講完 他另轉身 他靜雞雞又加了 你沒有的 既然你都這麼不專業 我也沒有必要去 除非我 你繼續這樣 我不做 當時非常不專業 整個趨勢是這樣 你勸了一次 兩次 可能導演 其實我們都是看導演 張國 原來一發現 你爸爸 其實曾經做過監製 你怎麼知道是我爸爸 我想問 郭卿先生我也是猜 騙你不到 說你這麼聰明 都找到 因為其實是我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小時候 很印象 那時候幾歲 跟我爸爸 去了片場 我當時都不認識 然後發覺 我媽媽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 都投資了三部戲 在這個當時的五幾年 我說幾恐怖 我說幾錢 他說 都三萬元一行價 好像直接說 你爸爸也有出了樣子 那怎麼哄他給錢 我覺得都幾有趣 自己經常入電影這行 其實我聽家裡說 其實我爸爸很不反對電影這行 他們可能那個年代 戲子戲子 所以 一聽見你做演員 他們非常反感 但是當然 我又不知為何 他自己會投資 可能當時 可能有人聰明 騰到他 那裡都很大卡士 林姐 是啊 當時 一部叫佛前花 宋狀榮歸 就是 任劍輝 和羅艷興 另外一部就是 新馬仔和余麗珍 有一部新的 梁醒波和文蘭 但是對不起你爸爸 我不知道 突然進了這行 但是我現在都 退休 退出了這麼一刻 你不要生我 OK 章恩哥 又想說 為何你其實做很多崗位 又如何由美術指導 服裝指導 轉去做監製 這個崗位 其實很巧合 當時 陳敏強導演 他就 在邵氏的時候 我認識他 他當時是副導演 合作過很多部電影 他有一次跟我說 他很想自己做導演 問我 他很希望和我合作 當時大家都連笑氣盛 一拍即合 負責什麼崗位 不如他用導演 因為他主力 他都希望做導演為止 因為他做了副導演 他的目標 就很正確 做副導演 往上的就是導演 如果我和他一起合作公司的話 很多方面 是 在營運上 就需要做什麼 我就做監製 所以 我沒有經過 我要做開策劃 或者做統籌 然後 一來 就做監製 所以這個名字 其實是 我 怎樣說呢 我 背不背得起呢 我自己不知道 是的 但是 我就叫監製 所以就入了行 做監製 我以監製的理解 當然就是整部戲的 從這個 劇本 找什麼演員 資金 傾負 還有整部戲的 拍攝的進度 這個 都是屬於監製要負責的東西 那我就 第一部監製就是 九二應召女郎 九二應召女郎 我覺得 將海報很醜樣 但可能 當時 九二年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 是不是都跟台灣 農場公司有 一齊 其實 錢炳強 當時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部戲呢 就是錢炳強的爸爸 叫雷明叔 錢炳強的爸爸 就會跟 黃應祥有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他就 幫我們拉了一半的資金 我記得當時九二應召女郎 是投資了好像五百萬 我們跟黃應祥 就一人一半 就投台灣的浮屬 又是他 但我想如果我講得太多 浮裡面 為什麼要 怎樣吃營運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興趣聽 想不聽 其實都想 你想聽 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 侯永才的專訪 這個是 如何 做電影製作監製的操作 就是 我們跟台灣 荷應祥合作 當然是談過 李明叔的關係 當然他是想幫 他自己的祭 錢炳強 當然我們有這麼好的機會 就 設立了九二應召女郎 我記得 荷應祥第一次來 是很簡單 有什麼演員 其實當時 籌備九二應召女郎 是有個小插曲 不知道你有興趣聽 但我怕林德陸罵我 當時有部戲 是應召女郎 是林德陸拍的 他好像聽見 我們投資這部戲的時候 他就好像約見 錢炳強 是 當時錢炳強 又邁我出去 類似就是說 你搞應召女郎 你不如跟我們搞 我說跟你們搞 但是我們自己都有意願 開公司 我們都會想自己搞 還有他好像 當時他還出了一個條件 林德陸 就是說 我給你多少錢 然後 然後錢炳強 你幫我做導演 你加入 你做一個策劃 當時我記得 好像錢炳強 即時拒絕了他 我們知道有對手 我們就說 我們找什麼議員 那就以我自己當時的關係 因為我做了那麼多美女 那我找議員就比較容易 好 我就找葉童 然後我就找了葉玉卿 然後嘉麗也是自己有 不如你當時也是自己有 好了 還差了什麼呢 我找張敏 張敏有多好笑 我找張敏 他說有葉玉卿 我說你不喜歡葉玉卿嗎 我說你不喜歡葉玉卿嗎 他說這就在 不過他們已經退出 我就不怕說了 我說你不喜歡他 我說你不喜歡他 我說不是不喜歡他 不過他這麼喜歡 拿我來做新聞做什麼 他說還有 你只是可以拍 他說好 我可以做 不過我有個要求 我說什麼要求 他說我的名字 不可以在葉玉卿的後面 我一定要在前面 我說這個沒有問題 其實都幾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知道當時我們就拍了 《應照女郎》 而林德陸真的開了一部電影 叫做 《現代應照女郎》 《現代應照女郎》 我們打得非常高興高采烈 但我覺得 我們可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們就 那個感覺 我們玩《現照女郎》 《應照女郎》 玩得比較開心 我覺得一班從事夜場小姐 是否一定要 死老爸 要老公爛滾 要養 給飛仔滾 我們全部是很開心的 但是林德陸那邊 就停留在這個 很落後的思維 所以我們整個包裝也好 什麼都好 不要說誰贏 我們用一個不同角度 去拍了一部《應照女郎》 我跟錢兵強說 一人買個保馬開棚 想著 怎麼知道 回來 三百幾萬 票房分回來 黃彥祥一半 你們一半 一百七十幾萬 好了 雷明叔說 發行費收你辦了三十 報紙多少 接著一七除八扣 你只剩下六十幾萬 是打過 有一部 那我不要說了 當然 雷明叔賺了很多錢 雖然你現在不在 我也要這麼說 所以有第二部 就是 我們在黑社會日子 我就更加 在監製方面 更加信熟 經過第一部 找一場說 要戴卡士 再找什麼演員 你找關芝林 我多加八十萬 我說 是嗎 我記得我馬上開車去 康湖居 他在拍電影 跟郭富城 我就找關芝林 我有部電影 找來 那麼簡單 應該在拍下日情未了 我不記得 總之我去康湖居找他 其實是我的強項 找演員 都是我的強項 因為都幾部 然後你又找了 姚政清 又拍那套 那個是人家包拍 那個是人家給錢 我都要監管著 所以後面都做了幾部戲 《風秦三女俠》呢 《風秦三女俠》呢 《風秦三女俠》 因為是交我給錢 我們包拍的 所以我不是導演 陳敏強導演 我們一直都是做監製 繼續做《魏雄》 《光管高》那個吧 《魏雄》 《魏雄》 到我開始自己做導演了 就和陳敏強大家 大家個人發展了 你知道周華健是未拍過電影 其實是我第一部電影 找他 但其實找他之前 我是另外找了一個人 其實現代古惑仔那套 最初的名字不是這個名字 老闆好欺人爭地 古惑仔修我 你別這麼難算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些污點